大家好 今年的2022年的6月10號 我們幾個好朋友 我、Jacky、Jason、阿線 為了慶祝Jacky這個 這麼艱難的經濟環境下 都可以找到一份新工 慶祝他最後一天 炒老闆魷魚 所以當晚我們四個傻佬 就走出來吃飯慶祝 待會我們四個傻佬聊天 其實我們四個人 都囊括了男人最喜歡的幾樣喜好 而且各自在不同的地方都很熟 好像Jacky很喜歡車 很熟悉車 線很喜歡打機 很熟悉 另外Jason很喜歡影音Hi-Fi 影音達人 到我便很喜歡手錶 我們四個傻佬 可以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四個人分別去拍不同的影片 其實應該可以吸引到 大部份的男士去看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雖然想說 但是其實這件事 一直都在我腦海裡沒有忘記過 因為其實自己都喜歡手錶 熟外人都知道 我很喜歡手錶 喜歡都很重要 買手錶 玩手錶 其實都不經過十幾年 出出入入買的錶 其實數量都不少 我自己是一個水平助人 性格上有些痊癒 痊癒在於什麼呢 就是 事事追求完美 把這些事情想到很複雜 所以最後就在想 如果自己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要講手錶 那怎樣做資料搜集呢 雖然手錶數量應該足夠 但應該怎樣說呢 狼怎樣說才能吸引到一些不同的聽眾呢 那把事情想到很複雜 最後覺得是一件很大壓力的事 所以 一直都沒有把他負資殺人去做 近來自己的想法都有點不同 手錶出出入入 賣賣賣賣賣 其實都會當是一個VBlock的形式 隨心隨意一些 講一下自己的手錶 為什麼我買 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悅 中間裡面有什麼 milestone 有什麼 story 會覺得輕鬆一點 會覺得輕鬆一點 那 假如是自己當一個日記的形式 拿回來看 做一些紀錄 可能有些手錶 可能之後就賣了 當日都叫做一個留念 當日為什麼要去買呢 所以最後就決定 嘗試第一次去拍 這個VBlock的第一集 那之前我講手錶之前 也想講一下 其實什麼原因 或者什麼驅使了我 Inspire喜歡的手錶 其實沒有他 其實Inspire的人 就是我身邊最親 感情最好的弟弟 我弟弟是一個很喜歡手錶的人 當然他也很喜歡車 很喜歡衣服 擁有的手錶 其實數量都不少 在他讀書的時候 已經有一隻Tag 的石英手錶 跟著他的年期最多 最長 應該近期都拿了手錶去抹油 翻身 換電 是很有紀念價值的手錶 這隻Omega Speedmaster 超霸的手錶 雖然他一直以為那隻是 Moon Watcher 月球錶 雖然那隻不是 是一隻全力的計時馬錶 之後他出來做事 做醫生 買了一隻 ROLEX GND Master 2 百視圈 很漂亮 之後他有一隻IWC 也有一隻在我印象的腦海裡 最深刻最深刻 Corno Suisse Retro Gray Jumping Out 很漂亮 那隻給了我 音頻的衝擊很大 之後他有 再買ROLEX 有買JLC即價 也有光絲單品 Hermes 我弟弟買手錶的 跟我不一樣 他會研究手錶的品牌 看外型 他喜歡的比較特別 所以我跟他的手錶不同 我自己買手錶 直到今時今日都好 我都在追求功能上 大家看到 其實我有一個清單 我跟著這個清單上 去買不同功能的手錶 當然資料有限 能力有限 裏面也做很多 其他選擇 買不到 所以買一些便宜 買一些貴的 買不到 就分開來買 遲些可以慢慢說 今次第一次想說的 第一隻手錶 是Omega的Moon Watch 我小時候很喜歡太空人 很喜歡航天的東西 所以Moon Watch 對我來說 是其中一隻很有意義 很重要的手錶 手錶 手上這隻Omega的手錶 真正正正是一隻Moon Watch 其實Omega的Moon Watch 在他生產的很多條拉裡面 是一種很重要的產品 每年都會出 用不同的名目 改一些東西 每年都會出 有不同的限量版 也有貴又便宜 我買了這一隻 應該是2008年的時候買 就是我回到7-11做操控器的時候買 當作自己一個紀念 自己一個Milestone 當時買的 很開心 作為一隻Moon Watch 其實當時買 或者現在 其實同一個款式 也有兩個不同的模特兒 不同的模特兒 不是在於外觀上 外觀外形基本上 都是一模一樣的 分別在於 就是它面頭上的 這塊的錶面 現在我買這隻的模特兒 就是藍寶石的水晶玻璃錶面 藍寶石水晶玻璃錶面 就是內掛、抗磨 對於一些 像我 很怕花、很怕髒的人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你選擇這隻 是用藍寶石水晶玻璃錶面 的款式模特兒 伴隨著給你 它就會給你一個透底 這個透底 我們稍後再看 所以可以看到 Movement的機身 根據網上資料所說 如果用透底的話 機身的打磨 就會比物體的 精緻一點 另一個模特兒 就是用原裝正版原汁原味 太空人燈月的 它應該是碳纖維的膠面 是膠的 是膠的 用了碳纖維的膠 不好處就是 它會花 不耐磨 但為什麼要用這個材質呢 因為太空人燈月 因為壓力有很大的相差 我想是防爆 幾十年前的考量 當它執行任務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無重狀態 會在機艙裡 有些碰撞 或者出到月球的時候 不知道環境是怎樣 可能會撞爛一錶 如果在一隻藍寶石玻璃錶面的話 撞碎塊玻璃帶來的後果 其實可能不敢撤上 所謂真正的月球標 就是用碳纖維的膠的錶面 如果你選擇碳纖維的錶面的話 伴隨著給你 就是原汁原味 它這個物體的設計 就見不到機身 物體會代替了一個 海馬的Logo 最主要的分別 兩個不同的模特兒就是這裡 講外形、功能、Movement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這隻是一隻很有歷史 很有故事 很有背景的錶 Movement 所有設計 基本上來說 這隻月球燈月錶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裡面有一些 叫做Facelift 也有一些 改小小東西 可以當身錶出 說真的我就不會再追 說一說 應該有一個款 就有90 計時外圈的 90黑度上面 0字上面 9字上面 就有一小撇 故事是什麼 我都沒有 深究 就當新款 近兩年前 就把這個 保護住 霸底 這個 就移除了 聽聞就 手上鏈 會比較舒服 好一點 也都把霸底 變大了 又當新款 對我來說 我就不會再追 最原汁原味 就是這款 作為一隻工具Tools Tools Watch 整個設計設計 沒有花口 一個黑色的錶面 我這個iPhone 都舊 所以拍不到給大家看 其實如果Close Up 即是用微鏡拍 其實這個錶面 不是一個純黑色的錶面 是一個起沙 有凹凸的錶面 防反光 折射度 就很低 作為一個月球錶 在太空 因為沒有空氣 沒有光 光是不會受到空氣的折射 影響 要光的時候 光是很重要的 亦都對月讀 有一個多大影響 所以這就是一個 凹凸的磨砂面 但拍不到給大家看 黑色的底 白色的視針 白色的錶盤 在一個漆黑的地方 其實可讀 可讀閱讀性 應該是相當高的 我相信考量是 做Tools Watch 這是一個原因來的 另外就是 時錶 指針 時分 和計時的針 做了夜光的同層 剛才我看到 紫外線燈 照大家就看到 以錶論錶 一個 Namalia 手動機芯 161 以今時今日的 中標技術 其實裏面 有很多都不太完美的地方 所以它是手上鏈的機芯 不會有自動 因為上到太空 因為無重狀態 你靠地心吸力去帶動 所以它自動放在太空 上鏈的東西 在上太空 就不適合 所以就手動 48小時的動力儲存 以現今的技術 當然就不足夠 即是說 一隻錶 VN 熬不到星期六 星期日 逢星期一 你都要 如果是日視 的話 每逢VN 星期一 你一定要交錶 另外 這個機芯 沒有秒停的功能 當它有鏈的時候 就行動不停在那邊跑 9點鐘是一個行動小秒針 告訴你 秒針正在走近 當Crankelaidon 要出去最後那一格 去調教時間的時候 你見到行動小秒針 是不會停的 它真的行動不停地動 如果你對時間調教 有精準的要求 例如行動小秒針到60的時候 就一定要剛剛踏正 那一個分鐘的刻度 這件事就不太適合 OK 我亦都不太理解 如果登月是一個 要求這麼精準的 那為什麼沒有秒停功能 當年都可以合格 我不太理解 不太明白 這是第一個 一個不完美的地方 假設如果你把日錶 到後去調教的時候 你會見到行動小秒針 就會停 和向後走 其實這件事也不健康 我亦都不推薦 因為正常是向前走 令到它向後走 是一件對它有磨損 也不健康的影響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計時功能 計時功能 稍後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這隻叫做CAMLEVER 一個離合啟動的計時方法 它是用一組的槓桿 是將計時的齒輪 將它推到行動小秒針 那些齒輪裡面 所以按 因為它是用槓桿 所以看到我按的時候 都要相當大力 響聲很響 還有一個延遲 這個 如果計算 一些很漂亮的 或者高級計時的 動作 它不屬於高級計時的動作 小針彈針 另外這個經典 是Namale基森 計時的另一個小小的缺點 以現在來說 有小小的缺點 即將會出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3點鐘 這個計時的小秒針 1分鐘的盤 準備會跳1分鐘 大家會留意得到 計時的大秒針 在它還沒過12點的時候 其實這個分針 已經開始動了 以現在的技術 其實這個不太理想 應該踏正了12 這個盤 才正式開始走 才是比較理想 又或者遲些再講 我有一隻IWC的慢連力 其實這個計時的分針 是慢慢會動的 在1分鐘的時候才會跳 好 OK 停止 歸零 你會看到它啪了一聲 因為是有槓桿式 推進去 所以會有一個很容易的情況 可以看看背後 看看動作 然後是怎麼可能 成功 原本這支是Lamania 的動作 我忘了少了 這個型號 總之 尼托Omega 這支是 1861 的機身動作 打磨可以的,當然沒有其他高級牌子, 打磨得這麼漂亮,但基本的打磨都可以接受, 打磨得很漂亮,看一看計時功能,現在即將啟動,大家可以留意它有幾支桿, 這個小小在走的齒輪,就是行動的秒針的齒輪, 這個就是第二個齒輪,中間這個很大的就是計時, 當它啟動的時候,你看到一組的桿,把齒輪推到行動的小秒針的臨盤上面, 因為齒輪有大小,而且是用輕,用死力推進去, 所以齒輪咬合的時候,可能會有空間,有空隙, 所以有跳針延遲的情況出現, 停止,你看到這一組的齒輪在退後, 離開了,計時是停止的, 再啟動多次,把齒輪推過去, 計時開始開,又要重新啟動, 停止,歸零, 把整組的齒輪分開, 和回復原始的位置, Moon Watch 除了經典的外形, 另外每一隻Moon Watch 在後面都會寫, The Watch, The First Watch, Work on the Moon, 這個也是招牌之一, 這隻月球錶, 原裝跟來的時候, 其實是鋼帶來的, 鋼帶應該是兩年前的款, 也是進行升級升級, 聽說好像舒服一點, 原裝跟來的這條鋼帶, 其實原汁原味, 所以戴得不舒服, 三格板帶的設計, 現行的半格,微調, 全部都沒有, 我自己的手腕很細, 15.3cm, 很窄很幼, 如果多一格,又戴得鬆泡泡, 很不舒服, 如果戴得很緊的, 會在夏天的時候, 會貼緊手, 特別是出汗的時候, 所以很不舒服, 所以最後就換了一條, 神仙帶, 是神仙貼合的帶, 戴上來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OK, 我買了這隻Omega的錶, 很開心, 開心在於什麼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了, 好像現在買了, 就已經沒有了這個, 叫做大傳套的設計, 買了這一款的Moon Wash, 這個包裝很大盒, 有一個啡色的紙盒, 然後有一個黑色的紙盒, 然後這個盒, 就是太空人的布質的工具袋, 裡面有什麼呢? 第一, 會有兩本彩色的上冊, 會說一下Omega, 這隻錶的歷史, 阿波羅勢北號登月的一些圖片, 一些照片, 這兩本書很漂亮, 另外有一本說明書, 另外有一個皮肚裝著兩張卡, 一張是保養症, 另一張叫Pictogram, 就說到Omega這隻錶的動物, 知道防水, 動力儲存多少, 裡面有一張卡這樣說, 如果你買的Omega, 有天文台認證, 就會有第三張卡, 因為這隻錶沒有天文台認證, 所以就沒有那張卡, 另外就有一個銀色的紙盒, 這個紙盒, 其實就是它背後的海馬, 浮雕的紙盒, 很重的, 另外就跟了兩條的額外帶, 一條NATO尼龍帶, 另外有一條就是太空人帶, 太空人帶的神仙索帶, 很長, 因為太空衣要捆住, 很長, 另外生耳, 就跟了四條皮, 用來方便給你換錶帶, 另外就跟了一個放大鏡, 我放大鏡, 我都會拿回家, 我們來看錶, 很好, 另外跟了一個螺絲批, 就方便給你換錶帶,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這個錶就好像現在買, 就已經沒有了這個大全套, OK, 那, 買這個錶有紀念價值, 也都完成了我自己一個夢, 一個月球夢, 那, 到現在都很開心, 那, 那, 關於這個錶, 我還沒有其他東西想說呢, 嗯, 應該就沒有了, 那, 第一次, 拍了, 自己的一條Vblog, 那, 這次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拍了21分鐘, 我想, 之後再拍的時間會短一點, 那, 好, 那, 下次, 再分享其他錶, 那, 感谢观看